大家好,我们今天来接着探讨正面管教的小诀窍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爱是需要表达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我们的孩子表达我们对他最真切的爱意呢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国的一个作家叫盖瑞查普曼的一本书 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当中的一些关于爱的表达的一些基本方式 他第一个提到呢,爱的第一种语言叫做肯定的言语 也就是我们对于所要表达爱意对象的鼓励和支持 著名的儿童教育学家鲁德夫·德雷克夫曾经说过 孩子需要鼓励,正如植物需要水 所以这里的鼓励呢,并不代表着淡淡的赞美 或者说是一些泛泛的赞美 例如说,啊,你真可爱,你真漂亮 而是指的是说我们真真正正看见孩子的努力 比如一句很简单的 我看到了今天你自己穿衣服 这样一句话就是鼓励和支持 我看到了你很努力的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果,我很开心 这也是鼓励和支持 第二个呢,表达爱意的方式叫做精心时刻 如果英文当中呢,经常是指quality time 这要求我们家长呢,是全心全意的来陪伴的孩子 不用手机,不用电脑 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是100%的用全部的心思来对待 有人说,我已经忘记了全心全意来听别人谈话的一种感受了 那么这个时候请大家回想一下 当初我们跟自己老板在进行开一对一会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100%的在认真听 如果我们每天拿出几分钟的时间 10分钟的时间来认认真真的全心全意的对待孩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 孩子会表现得非常的愉悦 因为他接受到了我们100%的倾听 背后的尊重以及重视 第三呢,是服务的行动 比如来说,我帮我妻子洗了车 我帮我妻子把拖鞋拿过来 我帮我丈夫洗衣服做饭 这都是服务的行动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 可以说我帮孩子做的有效的一件的事情 有人说,那我帮孩子天天洗衣做饭收拾东西 这好像看起来就是我日常会做的事情 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服务的行为 那么跟孩子之间的时候呢 如果孩子要求或请求说 爸爸妈妈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 举一个例子 他说我要完成一个学校的小工程 我需要去高热店买一些东西 我需要去买一些做这个工程的材料 我需要呢,搜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你能不能带我去 这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服务的行动 第四个呢,表达爱意的方式叫做有意义的礼物 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对孩子来说是有意义的礼物 有一个研究曾经证明呢 在孩子13岁之前 由于他的逻辑思维并没有完整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所谓的爱的一个表达很多时候是很具象的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东西 我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书包 我爸爸妈妈为我做饭洗衣服 这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情感上的这样一种相互的归属感的时候 在13岁之前对于孩子来说 他往往不是以这种方式感受为主的 那么有意义的礼物呢 我们示范多辈的做法 可能是投其所好 或者说接受他们一点点小小的搜集的一个习惯 举一个例子来讲 孩子呢 在学校的校园里面 往往四五岁的孩子有这样一种搜集的爱好 他们往往小石头啊 小木棒啊 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当我们家长回到家里发现 哦 这原来就像垃圾一样的 不能够理解 往往就可以给他扔掉了 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年龄段 可能他对我们孩子父母期待的 就像灰姑娘当中 灰姑娘对他爸爸来说 请你把你碰到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带回来这样一样 如果我们出去一段 出去picnic或者跟朋友出去发现一个很漂亮的石头 带回来给孩子说 啊 我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石头 我捡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壳 所以我带回来送给你 这也可以是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当然大家生活在这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节日 节日的时候送给孩子一些他非常想要的东西 也可以是有意义的礼物 最后一个方面叫做亲密接触 嗯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拥抱亲吻 在这里正如我像其他家长推荐过一样 我非常建议的是在每天晚上最放松的时刻 可以是孩子被我们放到被窝之后摸一摸孩子的后背 如果有人有家长学过小儿推拿的话 他们会对孩子进行捏挤 从尾椎骨开始往上一直捏捏到颈椎的地方 或者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怕自己手法不专业的话 就摸一摸孩子的后背 会有非常好的舒展孩子情绪的一个作用 这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如何对我们孩子表达我们爱意的几种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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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